大家好 我是丽雅 继前女排接应张磊转型成为排球教练率队夺冠后 又一位女排名将成为了青少年排球教练 她就是前国手二传王娜 王娜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转型得意之作 那就是带队拿到了浙江省青少年排球比赛的冠军 王娜写道 带队拿的第一个冠军 最后一局看到了队员们潜力 看到你们敢打敢拼的精神 从小组赛1比2输到决赛2 一赢突破了自己 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把球场上的拼搏精神带到你们未来生活和工作中去 从照片来看 王娜执教的应该是建德式实验小学 据了解 王娜是本学期才开会指导建德实验小学女排 该校是全国青少年排球传统特色学校 在省市集全国小学生排球比赛中 屡获佳继享有生意 虽然只是执教青少年球队 但这次夺冠对于王娜而言也是意义非凡 是他走向教练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谈到这位32岁的前国手 相信很多球迷都对他的职业生涯感到可惜 他曾两次竞争奥运会名额 但均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是和前天津女排二传米扬竞争 伦敦奥运会的替补二传名额 虽然时任主帅于绝敏是这将级教练 但最后于绝敏还是选择了 求风更为泼辣的米扬 放弃了王娜 第二次则是和丁霞 沈静斯等人竞争李约奥运会的名额 李约奥运周期前半段 王娜还是中国女排的第三二传 在某些比赛中经常能够出场 还随队拿到了14年试剪赛银排 但后期随着丁霞的异军突起 和手腕伤病的影响 王娜逐渐被放弃 东京奥运周期 王娜虽然仍在赛场上驰骋 但并没有获得入选国家队的机会 之所以会被多位教练放弃 主因还是在于身高较矮 官方资料显示 王娜的身高只有178厘米 这在追求高大化的现代排球里 属于矮个二传 比赛中很多高大球员都会选择 从王娜的头顶上进行突破 也正是因为被屡屡超手 虽然传球速度快 防守能力好 但仍被舍弃 王娜在国际赛场上的成名座 是女排大奖赛 是联赛的前身 意大利战 面对巴西女排塔伊萨的拦网时 利用巧妙的手法 戏耍了这位奥运冠军 当时塔伊萨预判王娜将把球传到4号位 王娜则是洋装做出 4号位平拉开的传球手型 当塔伊萨偷跑后 立即把球传给了后排的朱婷 晃出空门 朱婷重扣得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